鳳文網路電台聽眾的朋友 觀眾朋友大家好 海外的鄉親大家好 我們現在繼續再跟割藝衣 割律師 跟鄉親社長來報告我們的感情 在申請戶頭前的凱達個案大道那裡 現在感情的狀況你再報一下 好 現在我們剛剛聽了那個節目 我們網路上有說一些訊息說現在人越來越多 因為今天算勞動節 接著人就下班 接著人已經開始在組織 組織起來 實在我們這個現場我覺得非常感動 因為我們五位年輕人開始要發動這個時候 說實在我們的計畫是還蠻不夠的 因為我們很倉促 還沒心情 還沒什麼 是 是 是 包括說我們這些觀眾這些問題 晚上要睡覺的問題 這要怎麼處理 便宿的問題 便宿的問題 不過我們這個過程 我們看到我們台灣人的溫暖 因為很多人都主動吃飯的時間 便宰過來 就看每個人便宰在那裡吃 還有我們喝完的青草茶也有 青草茶真的有夠感動 整理說過差不多四五點鐘就看到了 他在看來 青草茶我們在那裡都英文有 冰的青草茶可以在那裡 是 是 是 真的看到大家有這些現場 我還要替你插一下 是 林文威他的經濟狀況也不好 現在原物料還有加速 整個都心也夾 所以說我們林文威當局在關心阿兵總統 阿兵總統說桌樓的時候 那些飯當局也幫他搭訓 還有我們所有的我們街頭運動 林文威都擲這個 探柴地 扁到扁扁去現場給我們吃不用怕 其實原物料很貴 這是苦心 還有你 不好意思你繼續 所以真的就是看到說 包括像林文威這樣 這樣有新的人 就現場的觀眾 大家挖過來 大家新人心 現在有一些有什麼大任務去嗎 對 包括說 早上的活動的時候 我們的 我們的 吳農藝 現在我們的 董主席的孝山林 我們的 蔡同榮 蘇范智 他們的長 都有夠現場 是 被我們桌 都關心 對我們五位年輕人來說 這是很大的鼓勵 對我們來說 我們初出工 我們這些 成敗現在未來 我們也有可能是未來 對我們民進黨的就是 對我們要帶來民進黨的人 可以認同我們五位年輕人 來這裡台灣關心 我們也帶來民進黨的觀眾 大家加油 實在都覺得 都非常感動 對 今天一早 我們的蘇智昌議員 他也是到現場 他也是台灣大家加油 7點半的時候 說 我們的 許信良前主席 他也會到現場 他的無聊現在台灣說 許信良前主席 他現在要按算 要坐幾個月 他在飛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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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民意代表 記載的民意代表 少年傢 你是法律給他出身的 我知道 去那時候 也有一個說 在英國留學回來 開那個 一個很遠的 少年傢 他也律師說 他的律師 那是我的一個好朋友 他跟我一樣 是同年住的 他現在在環營法律 他說 他也是要下班之後 是 他也真的有夠感動 因為他是在法國特色 他在法國 他在法國 拿到法律的學位 也拿到博士 好 現在回來的 我們的 歡迎是我們台灣 可以說 數一數二的律師事務所 他就 他就 他就說下班 他就過來 他就說下班的時候 我們 所有的律師 都要來這裡 對我們桌 所以說 所以說 這不一樣 還以為我們 民進黨 我們所有的 有時候的 這些活動 都是這麼老班 對 有時候 那個律師 會覺得 都沒有新的人 要來加入我們 可是這一次 我們看到很多 不一樣的面孔 我們就覺得說 大家真的是 對這個 馬營救 他的私政無能 不會做 真的大家都有感 這不是說 有人親心 親心 你還要這麼 透過我們 網路電台 因為我們現在 電腦上面 都在看 海外鄉 現在也在看 他也可以打電 回來 發生人 對 呼朋引判 因為 這是 你只要在台灣 你跟村開 跟你有關 的事情 是 放下藍綠 對啊 包括現在用電腦 也是用電 用電是跟我們的生活 是無法切割的事情 所以我們這次 我們華東 我們的一個訴求 我們就叫做 國家有難 人民受苦 然後請站出來 對 全民參與 全民參與的 我們希望說 我們現在 看到網路 包括說 在海外 我們這裡的 我們這裡的台灣 國民 我們可以說 蓋一個電話 我們希望 越來越多人來參加我們 我們也說 希望說未來 是不是說 不一定說 我們五位社會 我們畢竟我們經驗比較不夠 我們的 包括我們的 東團 我們民進黨 東部 想要打這個 控制人員都要吃手 我們是說 要放出來 他們會吃手 因為我們覺得說 這次就是引爆了 讓人民已經充分可以去感受到 就是確實我們是不滿的 只是我們需要宣洩的管道 目前我們已經在這個地方 已經進出第二天 我們是沒有親親落款的 因為我們覺得說 這不是已經拿來的 馬英九他用鐵桌 他用他的鐵桌 已經在我們 這樣跟我們打 跟我們台灣 跟我們吞打 跟我們吞打 所以這個鐵桌 我們覺得說 我們是沒有太過分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說 我們在凱達哥蘭大道 已經看到了總統府 距離不到一百公尺 看到了總統府 我們的目標就是在那裡 凱達哥蘭大道 過去也沒有人 沒有親親在這裡控制 但是我們已經 每次的攤頭寶都搶下來了 他已經進入第二天 不過目前我們沒有 面臨一個比較大的危機 就是說因為國民黨 可能他們來保護立委 他們有法顯得 我們沒有親親 他們想要台灣抵制 所以說他早已親親 他早已親親 所以明天開始 一直到18號 這段時間他們都要親親出來 意思就是說 他早已親親親 你民進黨也不要來 你沒有出價來 這是我們的情緒 因為19號20號 就是民進黨和台南 台南個別有申請 所以這段時間 他們就不會讓我們在那裡 所以我們可能在 晚上12點 他們會來跟人 一定會來跟人 所以希望說 如果人多 如果人多 他們就打不走 因為警方他們會看 他們會看薪水 如果人多 如果人多 他們要跟我們抗 透過母帝來抗 我們的日常入境 還有 以前 抱歉 以前 以前 他們叫做台北市長 說的 怎麼不做那些 他們說 因為他們人手比警察 比較多 現在你來跟他們 請教 台北市有幾名的警察 要問 什麼人 要問童仲彥 童仲彥 台灣阿董就知道 看他們 如果說有5千的警察 我們差不多要去6千的 我們就6千的 我們比他更多 現在要更是差不多4個經營更值的人 對對對 所以我們也不用到6千 我們就要有兩千 以前紅衣可以 我們怎麼會不可以 對對對 八百十六個體育怎麼會差這麼多 尤其說 這真的含全民的利益 我們全民的經濟 都有關係 我們希望說 今天大家站出來 我們這個抗議 不可以給他們抗議 是是 這抗議就沒力 就讓媽英九每人看歲 他就會說 你們台灣人就是這樣 你們表達文化也是這樣軟軟 對啦 那兩個人在那裡 在那裡 後面賺四方茶 是啊 是啊 當這個台灣人我們麻糬 對 軟頭請骨 所以我會覺得說 希望更多人站出來 我們也希望說 當中央 我們覺得說 我們這個抗議 抗議是有意義 也是應該去做的 他們如果願意 讓我們來接受 我們就讓他們來自費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一開始說的 我們拍四不退 你們台灣更 我們就回來 當然說 明天知道 國民黨要在這個電話 他要做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已經是 一定會製造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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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說 我們這裡是報名 所以我也在這裡呼籲說 我們要現場關心的 我們這裡的軍縱 我們一定要製造 要製造紛亂 每個當中 每一句的 我們都要很注意 對 在這裡我也要給民進黨 中東部那些頭人 那些什麼天王教 什麼外國不是 你們離開台灣人民已經太久了 所以說 你不要說 你坐在那個 冷氣辦公室裡面 你如果看到這個 五位 這個年輕人 你們應該會覺得 北洋會講的漢言 這你們早就要出來 帶你們 台灣人民 怕一種街頭 來向這個 北洋會的 媽幫集團 來替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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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我們台灣人民 收那麼多戶 六百替 六百替九萬的 這個票 也是票 你們不能說 放給他外賣 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 五個年輕人 給他更早期 這個人軍 給他打算去 你們民進黨 多少個 要選主席的 整個民進黨 好包包起來 滴水 我在這裡 先給你們 先揶揄一下 我也希望說 海外方釋 你看到我們 風雲網路電台的時候 你趕快跟民進黨 中東部 給他們訂一聲 說 你就要去現場關心 十幾天晚上 還有明天晚上 還有你晚上 你十幾天 不能讓他們 中國人 在這裡 幫集團 他們的 領域 在那裡 要太空 幫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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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們報告 你們就要聽一聲 我們現在 還有一段落 結束 現在我們來說 因為你們 我們 剩慶豐 剩情立委 事實 他在 劉凡議 裡面 沒論 中國民體 怎麼把他推法 但是我們台灣人民 就是 看到這個 剩立委 送 這樣你就知道了 但是 你做他的兒子 好處就是說 你們爸 很厲害 但是 如果你要請我 你們爸 你也是要一百 工夫 要很重 除了重 之外 不一樣 因為你們爸爸 以前 他的生活 背景 他的教育 種種背景 完全不一樣 你們是新世代的人 你有去海外 打過車 你又打那麼多車 爸爸那年代 可以打到這樣 已經不得了 我還在韓國修三年而已 我跟你們爸爸 那個年代的人 一樣的人 所以說 你現在 你的 從政的路 你剛才出了一部而已 你 有什麼 你的 理想 政策 要跟我們 海外 鄉親報告 讓人知道 因為我們在 體制的電台裡面 可以幫你報30秒 你就要偷笑了 真的 劉老師先 先說一聲感謝 好想好想 只要是人材 謝謝 謝謝 只要有台灣心 真的說 我 參與政策 對我來說 我原先 我也沒有規劃到 因為 一開始 我都覺得 我就做老師 政策 我爸爸 有在拚 我爸爸真的都會拚 包括我爸爸 他做的 很多工作 老實說 我都覺得很幸福 尤其說我爸爸辛苦 惡努的就是 他在處理事情的工夫 美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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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厲害 就是覺得有的 事情很複雜 他就說 走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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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來就好 對 就真的都會 孫子 這樣 那不是 那不是只吃三八英材 下去 對啊 所以一直到我現在 包括我老師已經做八重了 我也是覺得 這點 有的 剛才的事情 我們不知道怎麼切路 我們爸爸 他包括說 他的個性 他放得更豪邁 也不去 要求大家 有什麼 他就比較 有時候我們覺得 比較有力道 他沒有那個價值 他就很台灣牌 很開牌 對啊 有什麼事情 他就破了面子 一條回頭 我就跟你說 是是是 所以這很多事情 我真的要去大學學的地方 當然說 因為我爸爸在上海的選舉 沒有順利 他也覺得 他說 這樣 政治質地 他就說 非常鼓勵 我來接他的 所以 你這個英雄 也是被人 搶到水底 不是 你會收水 就對了 所以 他就鼓勵 我去參選 現在 在嘉義館 當然說 我有辦法說 一個很年輕人 在電風 就可以拿到那裡 多票 大家在我認同 剛才可以拿到這麼多的支持 當然 我爸爸給我的背後 那個支援 是有可否認 對 當然說 我這樣出來之後 我會覺得說 因為現在台灣的政治 過去可能有 但不一樣 對 包括說過去 我們都覺得說 我們的對手就是國民黨 嗯 不過現在這樣 老實看起來 已經不是了 因為現在 馬英九 尤其是馬英九 他的收折 就說 已經去到他後面的中國 影響到太過親密了 對 所以尤其 過去我們對付的是國民黨 現在就要對付 國民黨 跟這個 共産黨 所以現在 這個政治的環境 已經變成 過去已經都不一樣了 對 現在我們最辛苦的就是說 台灣人 已經和中國 一個互動 越來越密切開 是 包括說 南部有很多 支持我們的人 不然他可能要吃蟑螂 也要跟中國 他可能要吃蟑螂 對 就是他的薩蟑 他可能要吃蟑螂 他都高音 現在變成他已經不會買東西了 因為他在搞中國方便 對 現在變成他不會買東西 現在也漸漸的去影響 他的政治的傾向 是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一點也說 台灣很危險 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騎一說 我們台灣醫生 我們不會怎麼去顧這塊 這是我們一定要去做的 就是說 我們跟中國 要做生理是不對 但是要跟中國做生理 這個前提之下 前提是什麼 對 這個前提 是不是我們要怎麼 跟我們台灣的主權 一定要顧得好 這不可能 像馬英九 他會說什麼 一國兩區 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包括說 這個一國兩制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還是要死比較快就對了 對啊 對啊 我們 台灣人 就是怎麼樣 有錢有錢就好 對這個國家的意識 完全都沒有 都沒有 沒有 沒有那種的 國家意識 對 所以說 你的理念 就是 拯對到我們的 這個 嘉義當地的 這個 農漁 農漁業 對 這個生理人 這部分 所以我 一個簡單就是說 我剛才說 這個事情 就是我覺得 我們一定要讓我們台灣人的定制 更好 對 我們要給他們創造 他們有辦法做生意 有辦法做生存 有辦法做生存 就是他們的經濟也好 他們就不必 一定要靠 Mind Givet 所以 對 所以我們就說 要想辦法去創造更多在業的就業機會 對 在地就業之業 在地的經濟 在地的經濟 所以包括說 我在電影的時候 我們 那時候我都有一個 我們的嘉義官 這個泰波市農會 黃農曆總幹事 我就來學習 因為他們 在泰波市農會 他們在推廣他們的羊香瓜 他在推廣他們的 人家在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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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都不夠錢 對 對 過去 番茄大家覺得 那個沒什麼價錢 要賺什麼 要賺就是一大堂 但是現在他經過包裝 吃得很甜 價值 一大 兩百多塊 這麼小 這個 就賺到檢查這次 對 對 所以我對於 學習的規定 可以發現說 台灣是有機會的 這個就很像 日本的精製農業 對 所以我們只要 想辦法去把這個 精製農業去推廣 然後 就是這個精製農業 要求的就是 它要用盲勢的 進行 要用盲勢的 不是像過期的 溫室 對 溫室培養 這個可能需要 政府的一些協助 包括說 鼓勵青年 他們可以取得 第一筆資金 然後去從事 溫室的耕作 然後這個 之後資金 再去做償還 因為這都賺得到錢 對 因為台北市農會 他們的經驗就是 一年回本 這個風險 風險也不會太高 不會太高 因為這個 現在都不會好 然後 尤其我們台灣 現在都有一個優勢 就是 日本有可能發生 這個地點的事情 當然說 我們沒有希望 日本發生地點 但是畢竟說 現在我們的農產品 有一個機會 就是說 他們那些農產品 因為 他們還有那個 荷能廠 有很多 對 所以現在是我們 一個很有機會 就是我們銷到 日本 銷到日本 通常那個價錢是不錯的 所以我們 如果我們就從事 精製農業 然後銷路 都可以蒸出來 所以說 年輕人也賺錢 電風也發展 只要我們電風也發展 大家不是賛PP 第一 我們不會受到買票的影響 第二 我們就不會說 馬英九一日 跟我們說中國如何 一定我們沒有中國幫忙 我們台灣人 是沒辦法行進的 這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算是一個 我的孫子 這是比較增加 我們是一個鄉村生 堅困選區 對 就是說你這個人材 如果你們在台北市開律書 沒說你能賣得很好 要 structured 可以賣掉 還要賣的 有問題 但是你就這樣 雙胤變起來 你就回來後... 讓人家看到了 你不會打開 你就回去 我就回去 我也是 你回去的生存 如果你有動損的話 剛才你剛才說的 因為時代不一樣 現在不是在壓地頭在滾山 時代已經過去了 一切都記憶法 看要如何農業 精製農業 耕種品種改良 什麼什麼 讓年輕人可以 我們希望年輕人把農業 視為一個很高尚的職業 像現在我們國民黨政府 以後我們有一個觀念就是 建築 建築不好 我們有時候說爸爸的建築 很看不起 所以我覺得整體要 包括從教育面 還有實際他們會就是賺到錢 我建築的人比你做功課賺得多 對 這樣就是 一個對土地的倫動 對自己故鄉的倫動 有信心 在政府部門 你的民意代表 可以制定法律保護 回鄉村自己的故鄉打拚的人 這樣我們不必說老火要害人家 老火還可以 在那時候老人家是補的 對啊 可以老火還可以幫忙 他的經驗來說是很多 所以說你這樣 這樣你能撿到那麼多票 這不是沒問題的 第二的很冷靜的 你們爸爸有在說 台灣要建國 什麼什麼什麼的 你怎麼會這麼破竊跟爸爸一樣 靜敵倫動 這塊差不多 我當年人家應該說 鵝魯木蘭 每天就聽他說 中國 中國無效 所以 我會覺得說 台灣一邊一邊 我會覺得說 台灣 我們一定要建國 台灣 有很多人在說 台灣現在已經是一個 已經是一個國家 所以現狀就是一個獨立國家 事實上不是的 雖然說國家的要怕 包括領土 人民 這台灣都有 不過因為台灣 我們沒有一個環境的現犯 我們也有現犯 還有台灣是被中華民國借殼上市 我們這部現犯就很明顯 就沒有效應 19年在中國那上過的 以前他們這隻老母子去設計 它就不是我們台灣這塊的藩籍 要怕 要設計 現在的藩籍要 勤勤 完全不管 對 所以我們台灣一定需要 我們一部自己的憲法 這是我自己心裡 我覺得說 我們台灣也沒有自憲的位 我們台灣未來一定會越走越無路 因為 你說世界要怕上 到底要建國的國家是很多的 最近我們看到很多國家 海三年 東地運 很多 他們都是小國家 對啊 他們的人口有兩三百萬 是啊 這麼年輕的國家 他們就完成這樣的事情 我們現在就欠法理建國 對 我們是有國的 那個是很多 但是我們實質就不是 對啊 現在我們這個國家 到底是掛在哪裡 我們都不知道 對啊 有人說美國 對啊 有人說日本 對啊 有人說中國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可是這個路很長 對 我覺得這個路 需要很長一個說服的過程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沒辦法說 教育 就是因為我們不像 人民也不知道 人民也不知道 基本上他們的住民是自覺 是夠的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我們這裡的關係就是不一樣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有自己的一個 生活的一個領域 我們這就是一個國家 因為我們台灣人 既就可能要超過 目前看到有一個人 因為他們的教育 幫我們洗腦 你只要用大宗教思想 第二 第二 就是說 他們認為中國那邊 土地比較看 比較有 所以我們看不去自己的 這個 這麼小小的一個島 島嶼 所以我們就沒有信心 所以你也是在政治上 也是跟爸爸一樣 就對了 這點是 這點要幫你鼓掌 所以你後面選舉的時候 我也來幫你 幫你做到 這樣是 這真的 今天來到這裡 真的賺很多 現在我們再來看 你剛才看到 我們的家儀的 你的選區裡面的 農業漁業 你有看到你們家儀的 家儀建國大家儀地區 我們的 我們的觀光主委 什麼主委 有些 可以跟海外連結 對嗎 說到家儀 我覺得 大家 都知道有一個遊覽店 全世界 阿里山 阿里山 那不是 包括 你說 你世界各國的人來到台灣 他可能是台北走 高雄走 人家說 阿里山看看 阿里山 阿里山 對阿里山 所以對家儀來說 叫你得天獨厚 一個觀光的聖地 不然 我就跟大家報告 像我的選區 我八鄉頂 我那裡沒有一間飯店 我們就想 這樣是不是很誇張 這是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 家儀 現在所有的遊覽客 跟貴樓客 他去遊覽山 算了 就隨便 就開了 他沒有貴樓 他在你那裡 整遊覽車的人 你是要帶回去 是啊 在那裡 貴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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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去阿里山 然後整個家儀就不知道要去哪裡了 所以整個 我和我選幾個家 既然沒有販金飯店 所以 我回去 我的一個感想說 我們就是 我們這裡 沒有那個吸引力 讓人想要留在這裡 多大一枚 但是 我們這裡明明 我們海鮮很好吃 對啊 很多人 很多蚵蚵 蚵蚵蚵蚵蚵 對啊 大家蚵蚵蚵蚵 如果沒有那個吸引力 就是說 我就來這裡大 我就來這裡 這裡有這裡的海鮮 就可以去阿里山去找 所以 就是欠一個連結 就是說 一個 足夠 夠分量的 地點 可以跟阿里山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 在我們阿彬 總統在這陣子 他把它建立了 就是 故宮南院 所以那時候故宮南院在嘉義 這是 對我們嘉義人 是一個很盛大 大家是要歡心鼓舞 都要慶祝這一個慶典 後來阿彬總統一順幾歲 就是說 你後來阿里山 我還有故宮南院 再來在沿海 這裡 這裡的海 我們都要搶 我們當船那裡 那裡有一個很特別 叫做外山頂座 對對對 那裡有母國的失地 是全亞洲最大的失地 所以那邊可以看到 所有的天然資源 你可以看到 那裡的水鳥 那裡的野草 那裡的野草 黑面皮露 那些都 全亞洲最大的一個失地 你來看 這樣所有串連起來 跟他發展觀光產業 很有機會 可是問題目前是沒有辦法連結 現在問題就是說 阿彬總統設計的故宮南院 就是阿彬總統落台後 他對他落台就對了 對啦 尚時他對阿彬總統照他 對啊 對啊 所以我們這時候很興奮 當時阿彬總統整個 他用70公圈 把他管的中心點 要放一個故宮南院 是 像不夠爭 阿彬總統落台後 阿彬金也就跟我們說 2012年春天如期開館 剛好 現在那個管在哪裡 那個管現在都落那裡 那個叫做雲端 雲端館 雲端館 到現在那裡也是炒的盤 我看風無 我這個電台是在風雲上 他那裡也是在雲端館 雲端館 他那裡也是在雲端館 雲端館 雲端館 所以說 你們 如果有比較好的人材 像我們這個人材 回到高雄 有看法 有那種叫做 你們 中央 或是說 集証者 如果不合法 你怎麼 我怎麼 我怎麼 我就去私利 所以這一點 我們覺得非常痛心 因為 我相信 我這樣說 很多人都會認同說 我們對高雲 這個地方 要觀光 要怎麼開發 因為阿里山就是在那裡 對 不可否認 那真的大家要去 現在科米 科米我 我就 有時候 我也有 有助館 我想要來高雲 那幾個鄉頂 我每一個鄉頂都 蓋一間觀光 飯店 在那裡 問題就是說 蓋好之後 沒有人 你如果沒有配合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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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食物鏈 把它 賣 賣 正說我叫島主 蓋一間大飯店 又有什麼用 那什麼 都在吃飯 是啊 還放到人 還要幾個月 都在那裡吃飯 是啊 我們來看看 你如果故宮南院完成了 左邊是不是那些飯店 蓋起來 有了那些飯店 蓋起來 飯店也起來 那種很多人來賣 酒店要做生理 要做什麼 幾個就幾個飯店起來了 對啊 那都是整體的一條 一條龍 這樣 啊 所以說 哈哈哈 所以說 現在這個 媽幫集團正台之後 他就都 大量放那個 中國客 進來嘛 啊 中國客進來之後 提出說 日本客 那些 那些 大家的 優秀的 優質的 那些 那些 消費能力比較高 那些 啊 因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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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客進來之後 你看這兩天啊 那 酒頭 他也說 這是我的 他說這台灣本來就是我們中國的 我來這裡 我摸一下酒頭 回來做紀念 酒頭 他的頭 他的 啊 女王頭 他也佩了 他還捏 捏捏捏 捏捏 捏捏 捏捏捏 남開 他咱 怎麼來台灣 你看這種 Pa Ayu 這個 有 那些 日本人說 我就 不去 pharmaceutical 你幹嘛來台灣 我去台 那個 見 spoil 那都是其他人 說的有對象 那些電話機你去跟他結婚說 他不是他問他要開大聲 在發的是整個樓來 整個樓的人都聽得對 不然要插死 還沒有衛生 所以說 我不知道說我們台灣現在 你準說你有比較好的這個計劃 在那裡 要讓我們嘉義可以爬起來 現在除了這些 我看 你如果說政權我們沒有拿回來 當然 我覺得說很多機會 我們政權一定要拿回來 因為一個政黨你要推上你的理想 你一定要有政權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真的一段時間 我們一定要很拚很拚 我們不能夠保護 因為大家這裡讓馬英金的錢 真的大家很穩定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政權拿回來 我們很多事情要給他做 對 除了這支援 應該說對 當然我們嘉義 中國大嘉義的地方 這個教育的主義 沒有參與台北天農國 是啊 關鍵師上發了一個新聞 說這間國小的廢校 對 學生要在一起合併 還要帶回家 還要開車很久 要開車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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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長有的都阿嬤 都阿嬤騎腳踏車在小朋友上課 是啊 就開車很興趣了 對啊 如果家裡沒有阿嬤騎腳踏車的 還沒有車 漸漸的孩子 沒有人去看過 他就流失了 他就中錯了嘛 那家裡就要做 你就要來倒翱 倒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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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孩子當著教育的時候 你讓 黃金時刻 對 對 所以我們會將嘉義的教育部分 你對這個教育的前面 你還可以再跟我們 海來外鄉親報告一下嗎 因為我感覺說 我們台灣人 你如果要執政 你教育因為 這個罵邦集團 所以我們回去 但是我們有什麼樣子 不要這樣 你說一下 讓我們海來外鄉親 都可以重視一下 來關心嘉義的地方 嗯嗯嗯 我感覺說 在嘉義 在嘉義 告訴我這個情形 我剛才說的 因為我們嘉義的年輕人 都沒有要回家 我們那些人口一直在老化 學生越來越少 所以說 一班都沒有幾個學生 甚至老師可能教不幾個人 所以我剛才說廢校 所以 剛才我說的就是 嘉義一定要想辦法 他的經濟要恢復 這個農村 不能一直去荒廢 所以農村 可以恢復農村的原貌 還有人在這裡 這是學校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因為 學生很少 那些孤單 而且他接觸的層面 就會比較窄 因為我們知道說 去學校最大的好處就是 他會接觸到各個 形形色色的人 對 這樣對他未來的一個 心理發展 那都是比較平衡的 人格教育 那一種人都要跟他做朋友 可是他目前是跟他做朋友 剛才的就是 都很封閉 不然人家說 人家都很秘書 不是說他秘書 是因為 他的教育 我們讓他的教育 要不夠 對 主委對他們來說 實在太貧乏 太貧乏 所以我會覺得 要想辦法 就是救我們這種地方 你要怎樣 第一 經濟好 人要讓他坐 再來就是說 現在如果 一定要併校的話 是不是說 未來 我們的電行政府 要負起更多的責任 做這個接送的工作 就是說如果併校 距離加長了 如果他們的接送 有問題的 這不是電行政府 有辦法倒出來 這是說 比較硬體面的問題 如果說真的 要告有的實質 我會覺得說 在地的文化很重要 對 因為很多年輕人 他接觸到的文化 他對周邊的東西 他不瞭解 是 比如說 家儀 特助身材什麼 他不知道 我覺得說 很多要讓他先認同 這塊土地 認同土地 就是認同周邊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未來 應該要推動的教育 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地方 要非常了解 社區到有 社區社區的一個教育 然後再加以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剛才我說的 隔代教養 這個問題 然後外配 對外配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外配的第二代 我們說新住民 這個外配的問題 第一就是說 這個外配 我們想說 可以 要求他們 定時間要去上課 去社區 社區 就想辦法 讓他 讓這些外配 讓他參與 對 外配可以去上課的機會 讓他的語文能力再提升 語文能力提升 要進一步 對他的第二代 就有幫助 因為他的第二代 跟他媽媽 說的語言 是不一樣的 和周邊又不一樣 所以他們學習的過程 是充滿著 我們說 比較挫折 因為他媽媽沒辦法 比如說 這個數學題 他沒辦法 他沒辦法 跟媽媽幫他教 這種問題都很大 所以 對於這個外配第二代的教育 重點在於這個外配本身 我們要先去 先去讓他們充分 讓語文能力 要去教教 這個創立運 我先跟你報告一下 我以前 台灣陽光婦女協會 所以我也是學部外配原住民的 我做六年足足 六年足足 兩年 我都專門在學部 我臣經寫了很多 教學政部 或是個團員 我提出我的 補貴的意見 我不是說補貴 你不會讓人真聽 我也是補貴的意見 補貴的意見 我說 我們一直叫外籍新娘 一定要來學我們的位 學我們的位 叫什麼 叫他學北京的藝 他去學北京藝 回去跟他們 大家的官 大家的官是說台語 他經驗說他本來說他本國的議員 他去學北京去後回來 還要跟大家說台語 他一樣就不一樣 是不是說有一個轉折的方法 怎麼這樣 就是說他去學北京去 為什麼收國語 現在這樣說 他可以跟他的兒子 因為他在學校讀書 溝通之外 我就說 那時候我曾經提出說 我們要訓導那些外配 是不是看一條街 有幾個女生 外配的新娘 我們告訴他 你們幾個 你什麼國的來 我一個人都給你幾萬塊 你去辦一個 你們國的 科美容廣南也好 菲律賓也好 你們國的看 美食啊 遊園會啊 還是那個 好像說很漂亮的 服裝表演啊 或是說 他們的寡婦 他們也有他們的寡婦 我們有我們的寡婦 你是不是說 那些外配 說出來 讓他走上台面上 讓整條街的人 都去跟他參與 讓他這樣說 讓人看 母親人 帶一個外籍新娘 哇 這麼厲害 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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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做什麼 結果你來高鐵 你去看他 看他出來 結果去想看 根本跟我們台灣 不能連結 連結 再一個人 因為過去你看我們台灣的 傢伙 寡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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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本國 就這樣 你看看 他們外國傢伙 來這裡 是不是說 我們一些事情 你親自去跟他們 你後面做立委 的時候 你就快點來辦這個 那些收貨的錢 很少 那些傢伙 寡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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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的寡婦 我們國的寡婦 我可以做外交使節 來介紹我們的寡婦 給你們台灣人聽 這議員就是在 這個過程裡面 成長 成長就要了 你不用刻意去學習 這是我 我給你插步 給你提供我的意見 我就學習到這裡 真的在學習到 我覺得就是這樣 不要讓外配 英國變小媳婦 對 我們站得出來 覺得有自自信心 對 培養他的自信 最重要 對 再來 你怎麼說引起家暴 他們家暴 就是說 很多人在這裡 管他久了 他自己會煩悶 再來 議員 又不通 他又沒空 對 因為電話 他要打回他們 國家 你怎麼知道 國際電話 我們如果 外配的 政經社會 都比較沒有 那麼 沒那麼多錢 讓你打到一個月 說打到幾十萬的電話錢 所以說 所以說 這種種的種種的通告 政府說 你有去進市 因為我都在幫忙 外籍新娘家暴部分 這部分我都很了解 所以說我才幫你 幫你報告 我相信你會做立委 沒有幾天你就會做立委 我可以相信 謝謝 因為現在我們的民意 已經到這裡來了 你現在 你怎麼還要跟我們 海來外鄉親 要報告 或是說 我剛才沒問到的 除了說 教育 或是 軟實力 和 遊覽觀光 讓他們反映 這些種種類 你還有什麼樣的 你看到 我沒想到 再來 就是 我覺得 台灣修法改革的這項 這項因為我本身 我做律師 是 我之前 我也有 但能夠收集粉館上面的便宜 便宜 所以我有一些 很多的修法 我認為 台灣的修法 它還是存在太多的問題 包括說 感疼的問題 到底現在 之前 有出來了 所以現在 非法監聽竟然還高達 41% 我 我就聽了 讓我們感疼 就是我們聽的 都覺得 我們電話 英文都回音這樣 我們說話 大家聽 台灣就是 這個違法 感疼的問題 他永遠是存在青凡人權 再來就是說 台灣的 這個法院的一個設計 你從法院的審判 檢察官的起訴 永遠是這群人 這群人他掌握了這個系統 然後這群人 我們說的就是屬於說 學長學弟制 然後第三人是永遠無法衝破這個的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如果沒辦法說 要建立一個真正符合的 修法改革 修法改革 包括說現在有在施行官審制 可是官審制 可能是讓人去看 他是沒有作用的 他只能說 判決出來後 他可以針對這個判決的結果 然後寫出一個類似報告 類似批判一下法官 我相信很多人也不會去批判 因為他沒有實際的權力 批判就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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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聽你的 所以現在 應該是陪審團制 對對對 就是說如何納入這個陪審團制 讓這個法院的這個系統 不要說具現在這些人上 然後這個司法要做一個徹底的改革 我相信這是對任何說 你有心要導入這個民主改革 就是我們台灣這麼特殊的這個 政治的環境之下 修法這個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去改革 包括說我們剛才 今天就要說阿扁總統 一度有這個修法的問題 對 是如何換法官 是如何內內修法 他沒有一個聲音 有時候就 用鋼骨起來去說 為什麼要換你安聯部 就是因為大家都關關相互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想辦法去突破這個 所以司法改革 我會覺得 我有這個機會 我一定會做 一直在看過 因為這是你的老本行 你這個不用去拜託行 不用去 你的老跟這個 跟那個 你就已經很熟 所以說 你如果這個立委 這幾天之後 你如果做立委 你去立委 你看 你看 阿扁總統的 阿扁總統本身就是立法委員 是 他們怕就是 特法律的撲程 中華學長 對啊 我怕你兩次 對 所以說 阿扁總統 幫忙阿扁總統變好 大家個個律書 都是一流的 哪個大家都 眼睛金金人相當 這就是制度 制度 對 再來就是這個團體 我們這個團體 我們是拿它沒辦法 這個就是 政治事件 用法律來辦 如果法律的問題 就用政治來辦 國民黨就是 這個 討厭集團 就是專門了 所以這個你沒辦法克服 我們英文 我們國國民黨 我們不會贏錢 是 六法全書 書光光的書 對 對 所以說你比較厚的就輸 怎麼變無論 我們大家都走 就沒辦法了 明明就這樣就贏了 我看就不送信我便 他就說這樣是輸的 沒辦法了 你說用命 你是可以怎麼 看生殺大權在人的手頭 我們就沒人的法度 所以說你後面 這個不是後面 多幾天之後 你如果這個官司贏下來之後 你這個立委 二月頭座 你就是要做這個 是是是是 這是適合改革的 適合改革的問題 再來就是說 你要回歸相利的 我們剛才所說的 是是是 是是 我是不是用這個機會 就剛才這個 我們現在在凱達哥蘭大道 是是是 我們是希望說 可以有更多人來參與 雖然說 我們那個現場 大家會覺得 怎麼會比較寒酸 怎麼會變成這樣 沒關係 那就是變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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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大家來到這裡 會看到很多的感動 是 很多說我們台灣人 就是這麼可愛 我們大家就是都經營 這個時候 你不站出來 他覺得他真的 什麼事情都在你搬下去 那你那時候 那時候比較不會換 那時候比較不會叫 他又發就是這樣 是啊 就是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不用再分 你是什麼地方 我是什麼地方 我們都不用分這 你只要覺得 這個政府他這樣做是不對的 你有覺得你的管理 已經可以讓這個政府 漸漸跟你吞打 我們剝削 對 所以你就應該 來加入我們 來加入 做回來這個地方 我們一定要讓你們的聲音 要告狂 要讓這個媽媽救 知道人民是母母的 是 因為說人民 你如果默不關心 那就是讓這個政府 有這個機會 讓我們起床 是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我們的聲聲 表達出來 是 這個表達就是凱達哥蘭大道 對 還有 所有人都過得不好 只有你們過得很好 我相信你也不會快樂 是啊 你如果要說 我過得好 我會 一位所有人 大家都過得差不多 差不多 這樣 這樣才是正常人性的 改 所以說 在這裡 和我們鄉親 市長 海來外鄉親 報告 就是說 大家 走出來 為了自己 不是為了別人 也不是為了民進黨 這邊不是用民進黨的名字 出來的 這就是 年輕人看他不做的 種出來就對了 是 我們就 聽下去 不然是說 鞋頭都有一些LKK 你們這些年輕人走一對 好 今天年輕人已經出來了 我們這個老的心情 也是要一樣 要打出來 我們來把他走在頭子 站在頭子上 他如果要跟他 他如果要怎樣 我們就已經吃到現在 他已經有夠了 如果要安裝 就讓他安裝 我們的年輕人就是 就是我們的 演唱 我們今天我們的 這個 風雲網路電台 請到 創業儀 創輸書 還有現在 結尾剛好 辛苦的 立委 來我們的 電台佳 海來外鄉親 我們今天到這裡 做一次 就結束 你今天 你如果有什麼 飲食 你跟我說一下 我就 請你來 或是說 要請別人來 我們都來 現場來報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